产品经理的技能呢 在我看来大概分为这样三个板块 首先如果大家看到我写在这个slide上的这些文字 就会发现产品经理所需要的技能 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 专业的职能所需要的技能有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他需要的技能非常多 非常多不代表他每一个都需要 你能够强大到跟专业的能力一样 那倒不是 但是你每个都要懂一点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种 一专多能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他专就是我刚刚讲的vision leadership 那多能就是说你其他的什么都要懂一点 那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说数据分析insight和产品逻辑 这个就是说你要提出你要做什么事情 比如现在我们要怎么提升我们这个产品 接下来几个月我们要做什么 那这个东西呢 不能是你凭空拍脑袋想出来的 那像我做产品经理刚刚入行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不太懂 我就想这个idea好 那再做吧 然后人家马上拍过来 为什么呀 你毕竟讲我举个你想的最不靠谱idea 过去这个有点想不起来了 就太多太多点点钱了 但是这个事情的意思就是说 你提出这个产品想法的时候 是需要深思熟虑的 就你要先想 想了之后 那么你怎么想出这个深思熟虑来呢 一般来说就是通过数据分析和获得一些insight 那insight获得可以说是你一个是把数据抓出来 然后跑一跑做一些分析得到一些什么道理 第二个呢 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通过对用户的访谈 做各种各样的这种市场调查 然后呢 这个insight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你从在这些非常分 这个分繁的这样的一些信息里面 你要在那里提出一个东西来说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于是把它推演到产品的这样一个逻辑 就是说因为从我们对用户的调查 市场的调查分析 以及我们现有的数据的这样的一些一些分析能力 那么我觉得我们下一步应该做这件事情 那么这个在特别是在技术驱动的公司里面特别的受用 所以这个技能 这几个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技能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提到的 就是领导力和沟通表达 因为这个产品经理其实你不是专业技能嘛 你卖的就是个人说话 所以的话呢 你把你这些所有想法在脑海中想出来之后呢 你就要通过你的不管是个人开会的形式 写文档的形式 写slides的形式 给人做报告的形式 做公共演讲的形式 把它卖给你周围的人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种小的东西在里面 比如你跟不同的人应该怎么表达 就你跟工程师怎么讲话 你跟设计师怎么讲话 你跟领导怎么讲话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的这个小的事情 虽然很小 但是很重要的不同的方面在里面 那么领导力也是一样 那领导力就有很多个方面 比如说怎么让别人觉得你是个很可靠的人 怎么能够营造一个团队的一个很好的文化 怎么能够激励这个团队在很快的时间内做出来 如果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你怎么能够说服他影响他 那等等这样一个团队才能够做出来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你得是一个什么都懂一点的人 那么比如说这个商业方面 那如果你是有市场或者销售 或者运营或者战略方面的背景的话 那这块问题就可能就比较懂一点 那么另一块的技术方面 刚刚讲的就有技术是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没有技术背景 那么你去了解学习知道这个技术怎么回事 产品这互联网产品你是经常用经常想 那也是不错 那用户体验设计也非常重要 就这个产品做出来之后 用户你有的时候是需要在用户体验上把关的 就特别是在不同的这个产品的讨论中 很多时候用户体验是很容易被牺牲的 就是很多时候会出现说 这样做会比较容易 或者这样做可能会在这件事情上效果更好 于是大家都牺牲了这个用户体验的这个地方 那这个时候产品经理必须站出来 然后把这个用户作为他去这样一个它是最后的一个 一个一个defender还是gatekeeper说 嗯不行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一定要让用户有一个好的体验 那这个什么是一个好的体验 还有很多体验的这个UX的这样一个principle 那这些东西也是产品经理需要知道的 所以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这么一个纷繁的这样一些一些一些能力呢 就会发现事实上没有人生来就是会这些东西的 所以很少很少有人是就是产品经理他一下来什么都会的 一般来说都先做个什么事 一段时间之后再补充一些什么技能 然后他成为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产品经理 就比如说我来说 那我以前是学计算机的 然后呢我毕业之后做了几点marketing 然后呢我又读了MBA 在读MBA的时候 他做了产品经理的实习 然后我我在以前在中国的时候 那个参加演讲俱乐部 所以我即将做演讲 等等之类 那这些事情如果合在一起就差不多 但我还是有些短板 比如说在设计方面是我的短板 我就需要向很多设计师朋友学习 那所以说事实上呢 从进入到这样一个行业角度来说呢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 就是说因为本来也没有一个专业是培养产品经理的 本来也没有一个职能 他一出来就是做这个事的 一般来说都是学个什么事 然后逐渐转进去来 所以从不同的领域转行进来的人都是有的 就比如常见的 从技术转行到产品的是非常常见的 从市场或者是销售转行做产品的也是非常常见的 从创业来做产品经理的 创业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做产品的一个过程 那么很多人是创业完了之后 产品经理的 做咨询的 那咨询的人员对于这个商业和战略非常的懂 所以有很多人也是出来做产品经理的 所以说他虽然没有明确的界限 没有明确的路径 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一个比较一个大口径的 这样的一个一个行业 那很多背景都有可能来做 那性格上也是一样 因为很多人提到说做产品经理因为经常需要的沟通表达 经常需要开会等等之类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是不是一定要像像内特这样 特别能说的人才能做产品经理呢 其实并不是这样 就我自己的观察呢 就比如说在Google里面 不同的产品经理他有这种不同的风格 因为大家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嘛 对吧 如果是销售或者是咨询出来的人 就属于能说 很能说 那技术出来的人可能没那么能说 所以他尤其是性格也可以内向一点 这个都没有关系 它是一个可以有一个个人style的这样的一个职能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出来 只要你能 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好的 就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就有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性格上并不是说只有某一种类型的人 才能做产品经理 那所以说补充一下 就是说技能上需要这么写在slice上这些技能 那么从什么适合做角度来说 我觉得虽然没有一个直接路径表达在这个地方 但事实上它的路径其实是比较开的 很多人都可以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看好多东西开始问了 是什么推荐一些设计输书 能不能推荐一个技术入门书 能不能推荐一个销入门书 我觉得这样的今天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说我回来私下会干这个事 我让老师在每个方向上选一本书 或选几篇博客文章 想整理出来 可以follow up给大家邮件 这样的话咱们都能够整体收到了 我补充一下刚才说的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产品经理这段 如果非要说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的话 我愿意加一条就是一定是非常有好奇心 然后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适合做产品经理 你当然可以从各个的背景来 因为我建议在Airbnb做产品经理做特别好的 是Stanford学历史的 学英语的 我们族也有一个Stanford学历史的人 对 就跟我就做我旁边的同事 也产品经理 所以你看到背景都不一样 但是就像刚才Joe提到的 我觉得他说的概括的特别精辟 就是一专多能 没有人生上就是多能的 对吧 甚至你工作了之后 你可能只有一专 那么你多能从哪来 你要想转产品经理要求你一专多能 就是你要把你的多能从这个过程当中学到 就好像学习产品经理这个职业 在其他行业当中也有 比如说建筑行业中 我觉得建筑设计师就是产品经理 其实我觉得好多设计师也是转产品 或转设计是挺多的 对 然后影视行业导演其实就是产品经理 对吧 但是你看设计师他会需要去学建筑力学 但是他不会需要去真正去搬这块砖 对吧 导演一样 他会去学表演心理学 但是张艺谋一定不是演技最好的 对 一个道理就是你需要去懂 但是你不需要去会怎么做 但是你懂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然后你根据你职业商业当中 你肯定不会只在一个产品上使劲 你也不会只在一个公司上使劲 当你从一个公司跳到另一个公司 从一个产品跳到另一个产品 完全不一样的产品的时候 你可能原来会的那些东西就得重新学了 对吧 你原来可能是做 比如说像 像周他可能做他是做广告这一块的 他可能对数据分析非常擅长 明天他不在Google干了 对吧 他去了Microsoft对吧 然后做云计算这一块 他可能就要重新学 很多技能就要重新学 技术上可能叫加深一个道理 所以的话像我说的就是强大的学习能力应该是统一的一个标准 真好我加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们很多同学就是也很感兴趣 就是大家近期来要清楚 我觉得都是对产品力比较感兴趣了啊 就我自己最好奇就大家为什么对产品力感兴趣对吧 你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和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特别有意思 这好多年前我当着某公司招产品经理嘛 有人会面试 我说你会要招产品经理呢 你不是技术出身做挺好的嘛 他不是这样 他说我做做我觉得我做越多越窄了 只有我那个哥们呢 转产品经理以后呢 本来也没消息心有好奇心了 本来那个生活很无趣又有趣了 就是我也想试试 我觉得这也当时他impress me 后来就把招产来做非常好 后来负责我们产品线 所以说像是个正结代 有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些他们具有的素质 反而应该说当你进入这个行业以后 你就被推的反而具备这个素质了 可以怎么说 对对这点其实我还比较同意 就是至少我本人进google四年来 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个工作上 给我本人在不同的领域的提高是非常多 非常多就是包括他逼着你去 对就是本来他觉得你有这方面的素质 但与此同时他逼着你把你所有的短板全部都补上